普通人如何才能粘入一百万 记得先点赞再观看 如果一个免费的赞都不愿意点的人 那他不配看我的分享 有人可能会说 既然都是普通人 那怎么可能粘入一百万呢 这是大部分人的想法 那如果你想改变自己对赚钱的认知 那么下面的话就很重要了 最近当你想粘入一百万 那么你就必须把每个人拿钱的思维习惯 改成每天拿钱的思维习惯 那买彩票肯定是不行的 打工那也肯定不行 但是去卖就可以 你没听错去卖 那么现在有些傻逼可能就会讲 那你赚到钱了吗 对于月薪三千五 一年不吃不喝四万二的人来说 那面对一年几十万三百万的问题 那他肯定会很反感 毕竟他们觉得 只要没见过的东西就一定不存在 那么想粘入一百万 几乎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那就是去卖 知道吗 要知道做生意就是卖 卖东西赚的不是工资 而是我们要善于把不确定的东西 变成确定的东西 那么首先你想 如果你想每年搞一百万 那平均的每天就是两千七百四 当有了千七的数字 你才能够找到可执行的方案 那么接着想 每天赚两千多块钱 那么我们还是拿卖来举例子 比如说一个东西的利润三百块 那么想要赚到两千七百四 就需要成交九单多一点点 那你每天的任务就是如何成交九单 比方说你的产品转化率不错 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愿意掏钱购买 那么没九单 大概就需要一百个流量 那么马上你就会知道 每天需要一百个流量 那么接下来 你自然就去解决流量的问题 那么关于做流量 那就胆于上班 每天就是输出相关的价值 说高端点叫流量 说低端一点 那就叫发广告 没钱就自己发广告 有钱就请员工批量发广告 那么当你在做的过程中 你发现了一套 可以执行的引流赚钱的方法 那么你就把这个方法去复制 去放大 去优化 去迭代 那么到现在为止 我们已经把年赚一百万 分解成 每天得到一百个流量 这种可执行的任务 那么接下来 就是雷打不动的 去执行 去改进 那么如果有人觉得 年赚一百万很难 那么你可以降低一点目标 年赚五十万 年赚三十万 都可以按照分解思维到每天 然后去严格的执行 想要不打工 想要年赚五万 分解到每天 就是一百三十七 想要年赚十万 分解到每天 就是两百七十四 那么这些目标 那就是可以达成的 一个看似虚无缥缈 又让人反感的 年赚百万的目标 那么经过小学所学的数学 现在就变成了 可以执行可操作的目标 所以学会赚钱 比赚多少钱更重要 听清楚了吗 我是博哥 双击关注 持续进步 加油